新冠上任都有个舆论支持明月期 日本新首相岸田上任后 支持率一路下跌 最新的舆论调查显示 岸田内阁支持率跌到40%左右 不仅不被看好 竟然比安倍菅义伟上台当选的民意支持度 还要来得低 岸田掌权后 马上推出新的经济振兴方案 所谓的新资本主义 试图振兴经济重新分配 收入了良性经济循环 不过日本人并不买账 调查显示高达半数以上的日本人都不看好 也就是根本没有抱期待的心理 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日本泡沫经济崩盘之后 景气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乌漏偏逢连夜雨 2008年又遭受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重创 雪上加霜 让日本经济跌到几乎谷底 2012年安倍前首相推动 所谓的安倍经济学经济政策 促进经济重新走上了增长的轨道 也推动了日本资本市场的逐渐呼呼呼 安倍经济学在日本经济学上 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的政策组合 感觉上好像有点成效 但是有关经济结构改革 第三次件一直都是模糊不清 并没有有效的政策框架 所以这也导致日本经济结构问题 没有得到改善 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的问题 更是日趋严重 这就像重病下重药 但是病根没有更除 账面上看起来好像不错 实际经济省科却被假象遮掩 经济景气没有辞职增长 通货膨胀问题根本没有获得改善 大叔曾经仔细的检视过 日本前首相安倍涨权前 2012年到安倍下台 2020年间8月 这段时间日本股市表现 日经指数从1080发到一倍 达到了28820日元 菅义伟宣布不参选总成后 更是达到了泡沫经济崩溃后 30年的最高值 也就是达到了30,795日元 看着是好事 股价增长 经济增长 大量持有股份的大企业 和富裕阶层不劳而获 确实获得巨额利润 而没有持股的一般老百姓 劳工阶层却被晾在一旁 根本谈不上受贿张光 这个就是安倍经济政策的一个结果 圈一下这是一个重点 三把剑造成 拥有者与不拥有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富的越富 穷的是越穷 安倍让大企业受惠于低税收政策 企业盈余并没有表现在调生工资上 大叔在采访几家大型企业发现 近十年来日本企业的收益翻了进一番 白领阶层的平均收入并没有增加 更不用提蓝领劳工的收入有任何改善 加上安倍政权一味的压低日元 兑换率平均工资 虽然即便没有变 却要受到货币贬值的影响 前不之前 这就成了资本家的荷包越来越肥 老百姓的荷包却越来越轻盈销售 岸田的新资本主义 着眼于掌握增长和重新分配 因为他认为日本现有的产生严重的分裂 所以他提出成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 重视重新分配 平衡 贫富差距带动下一代的成长 岸田的经济政策 遭重于修改金融所得税的方针 他的这个经济改革方案 等于是一上台就大动作 拉了安倍一个大儿光子 大叔 早在前几年采访国会的时候 日本在野党就曾经大力批评过 所谓的安倍经济学 根本就是扩大了贫富差距 只是在照顾大企业 忽视老百姓的存在 其实现在岸田的新政策 就是在着手重新分配 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人民穷众的共同期盼 不过日本是自由经济资本主义国家 自由经济就是按照资本意志 采取雇佣劳动方式 以谋取利润为目的的 进而进行的社会化大生产过程 劳工努力工作 资本家企业赚钱获利 反映在员工酬劳 社会大众分享消费 提升生活品质 岸田的经济改革说穿了就是把资本家 赚的钱再吐出来 他提出的政策后 东京股市下跌 支持率也随着一起降低 资本家们怎么又可能坐地不动升呢 圈下这是一个知识点 在这个结果眼上 众议员改选知名党 不至于失去执政主导权 但是议会刺席 一定会受到影响 朝野距离太过拉近的话 岸田经济政策 党内不看好 党外不受支持 财经界有疑虑 几乎就是里外不适 又父辈受敌 这样一来前途坎坷 大叔强烈怀疑他这第一百届首相的命用多舛